为了担心端午节反乡人潮造成疫情扩散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呼吁大家不要跨现实的移动 网络上有许多的留言以及趣味的图卡 几乎大家今年的端午节不要回家 这一般民众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花莲连三天零确诊让大家很开心 但是花莲乡亲现在最担心的就是端午假期 是否有大量反乡人潮 网络上许多人po文贴图 请台北的亲友暂时不要回来 有的是深刻的呼吁 有的则是用酷售图卡来嘲讽 而花莲市区民众也希望台北的亲友 今年先不要回来过节 你觉得刚午节有很多人要从台北回花莲 你会怕吗 会啊 你觉得会不会建议他们先不要回来 对 先不要移动最好 先不要移动最好 你有亲人在台北吗 你有朋友亲人在台北 有有有 你有觉得他们会想回来吗 没有 我们都叫他不要回来 我觉得还是尽量带在原地 不要水地的去跨现实 不要跨现实 但当午节到了 有很多坏地的人要来花莲 你会紧张吗 当然会啊 会很紧张 当然啊 怕什么 怕他们把病毒带回来 叫别人不要回来很容易 但面对自己亲人要返乡 也有人觉得说不出口 或者是认为做好防护措施应该没关系 过节是一定都会想回家的 尤其这三大节日 你会跟他们讲说先不要回来吗 很难很难讲啊 很难说出口 对啊 如果是自己的话 也是会想要回家建议自己的父母亲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庞附好啊 经过政府呼吁以及社群舆论的大声疾呼 目前铁路运输的退票率持续增加 剩下大概是5%的售票率 不过这5%还是让人担忧 只希望能够守住防线 大家渡过难关 最后会欢迎视报道